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歡迎來到今日的井仔點體 今天是12月7日星期三 今天有兩宗新聞跟大家說說 第一宗新聞是關於國泰工會想著將來 在一些聖誕節農曆新年 總之人流頗多的時候想著進行一些工業行動 希望空姐們和其他工作人員們 可以換取更好的待遇 不單止淺 而是一些間期時間表上的選擇 這宗新聞雖然在神祖新聞跟大家分享過 但是在今日中午 梁振英發了一篇文叫國泰工會3C 稍後會跟大家看看梁振英這篇文 以及補充多一點國泰和香港政府之間的淵源 另外今天第二宗新聞就是跟大家說說 關於內地10項防疫政策鬆綁 一來跟大家分享一些硬性資料 另外也會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何會有傻人故意抹黑 或者是真的理解錯誤 居然就是覺得中國政府會放寬 就是因為上星期那群人舉白紙 所爭取回來的事 甚至乎香港的有些傳媒 亦都刻意把相關的問題 折落去鄧局長身上 鄧炳強局長 想令到他難堪 因為上星期鄧炳強局長就說 又白紙呀 又顏色革命呀 然後記者就問鄧炳強 說現在國內放寬了 即是怎樣 是不是代表了 當然記者就沒有這樣說 但也會有個暗地裡的意味 就是現在什麼事 是不是鄧炳強你說錯話 現在國內放寬了 什麼顏色革命呀 那些鄧局長面對著這條問題 他沒有回答就直接轉身走了 這些問題他不回答 我幫他補充 又或者我當然沒有這個資格 不過就叫做我去幫大家 叫做分析一下這些問題 以及估計一下 為什麼鄧局長不去回答的原因 以及由結論開始說起 記者又是拿兩樣不關事的 然後再用一些模糊焦點 至少言語的陷阱去扣帽子 想著又去腦屈鄧局長 想著又去寫一些很新穎的新聞 去離間鄧局長和中央政府之間的關係 至於為什麼我會有這個結論 待會和大家慢慢說 在節目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留言、訂閱、讚好 將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掃描隔離的二維碼 每個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鄧仔 以及記得按隔離的鐘仔 我們今集節目就正式開始了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 在星期二昨天開會 表決通過授權工會 進行任何的下一步行動 去回應公司縮短了員工外站休息的時間 以及監表偏僅等問題 工會外務副主席蕭穎恩 今天早上就說 已經獲得會員傳票通過授權做任何行動 但目前未有下一步行動 所有行動亦不會排除 罷工是最後一步 而他就說 不希望走到這一步 仍抱有一個樂觀的態度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今天中午在Facebook撰文就說 批評工會是要脅罷工 是不顧全大局 更加點名要求外務副主席蕭穎恩 收回罷工的威脅 跟大家分享一下梁振英那篇文 他直接點名就說 蕭副主席 現在是全港市民共渡時間 爭取盡早恢復對外往來 亦後盡早復甦的時候 來往香港的航班已經大幅減少了 國泰是香港最大的航空公司 現在國泰航空公司的空中服務員工會 不顧大局 為了幾個小時休息時間 以罷工作為要脅 你們還算不算是香港人呢 你們是否為了香港的競爭對手而罷工呢 奉勸工會 馬上公開收回罷工要脅 不要成為過街老鼠 不滿休息時間過短 可以告上法庭 亦可以自行選擇辭職 不要耍小聰明 在聖誕節前要脅罷工 下次大家去坐國泰航班的時候 找找蕭詠欣的外務副主席 然後梁振英亦做了利益申報 就是自己是沒有 沒有持有國泰的股票 亦與國泰沒有任何往來 其實現在香港政府和國泰的關係 是更加密切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其實在2020年的時候 國泰因為疫情 所以都搞得很不行 那時候又說很差 又說真的完全沒有人搭飛機 又說想國泰要收拾 最後香港政府就注資了 273億港幣 到國泰那裏 還要說不計前嫌 因為2019年的時候 沒有多少航空公司員工 在和香港政府玩玩 有份去參加和理室 又說不知按張工作 罷工大家有目共睹 但是就算政府注資了下去 當商業上一定會有一些限制 但基本上都沒有要你炒黃員工 之後為何國泰炒人 是因為疫情所致 這個就和黃南無關 因為所有航空公司都沒有飛機飛 那我請那麼多人來做什麼 當然就會因為員工的各種各樣的表現 而去進行炒人 好了時間輪到這裏 現在香港已經慢慢開始復甦 飛機航班越來越多 每天和大家分享 晨早新聞時都有提及到 由機場入境的人 是有一個的升幅在這裏 結果現在轉個頭就說 我們時間表不夠正不夠爽 所以我們就希望在聖誕節那裏準備攬炒 在現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其實有些的航空公司已經是倒閉了 也有部份的航空公司 因為他們的商業決定而選擇 不再派飛機過來香港 所以國泰對於現在香港的 航空業地位來說是更加重要的 因為已經少了其他公司 可以取締到國泰在飛行功能上的 聖誕節肯定會越來越多人過來香港 當然也會有些香港人是藉著聖誕節 飛去其他地方消費 例如日本、泰國等 但大家要知道 你能夠搭飛機選擇回來香港的人 那一批的人 都是消費能力比較高的人 對於香港來說當然無人歡迎 結果在聖誕節這個傳統 黃黃黃黃黃季時 走來搞工業行動 所以我自己是分不清 究竟他們真的有訴求 還是說 沒有我單純想坐下香港經濟 還有做空姐這些 有很多秘撈方法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想說那些什麼18家 什麼金龜世 不是那些污污糟糟的東西 我講一些明碼實價 例如說 他們空姐 他們有的免稅額 就會有很多人 是拿著他們這個免稅的身份 去幫人帶貨 去買韓國手袋 那些 甚至乎 有些空姐 自己都是一個網紅 都是拿著空姐的身份 又可以賣廣告 接到很多東西去做 甚至乎有些再壞些 又是用自己現役空姐的身份 會去將一些自己穿過的制服 什麼什麼賣出去 這些大把有價有市 空姐是不是真的說什麼 底身好慘好窮呢 你說做地勤那些 真是幫忙做的 我就認同是 但如果單純聚焦於空姐本身的話 其實只是靠那些秘撈 他們的工資 都是純粹拿來喝茶 甚至乎 有些人都分享過 就是說 其實空姐就算不出人工也無所謂 只要光明正大 去給那些空姐可以做這些秘撈的話 就算是一元都不出 都會肯定有不少年輕女性 甘心情願去做空姐 因為 你那些叫做額外的收入 是一定會比起你的正職高的 但是 我剛才所說的那些叫做秘撈 你不可以放在桌上說的 現在你明面上那份人工 即是每個月指定的月數收到 銀行戶口彈出來的數的確是低的 但是人工低和待遇不好 那為什麼不嘗試聯絡一下工聯會先呢 即是工聯會作為一個有代表性的會 以及工聯會也有不少的立法會議員在 如果工聯會也無法幫你爭取到 到時你不滿意工聯會的 那你又可以截圖 又可以把消息去跟記者說 但是 這個國泰工會是沒有嘗試找過其他處理方法 總之就召開會員大會 然後就想著去罷工 事先有沒有尋求過立法會議員去替自己發聲 有沒有去做過其他事 什麼都沒有 然後就由所謂的工會副主席站出來就說 我們又想著點點點 再加上在兩年之前 國泰受過香港政府這麼大的恩惠 變相 照顧眼看 有些瓜田理下的感覺就是覺得 你這個行為不單只是威脅國泰 你也是在威脅香港政府 是不是想將香港政府那二百多億的投資鑽馬 就化為烏有呢 或者就是 因為罷光 然後就令到股價又上又下 然後令到香港政府手上所拿著的資產 那個開始不值錢呢 是不是 我自己有樣東西都想不明白 就好像梁振英所說的 我為了幾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然後又說去到這麼過分 但是其實明明現在 空姐那些的市場就是人手過多 就是有很多人想做空姐都做不到的 現在辛苦一些 是不是就真的又說又說 據理力真呀 你傷我一點點我都立刻劈砲不撈 反而我覺得 你說在以前 就是天下太平的時候 都不應該這樣做 但是特別去到現在 其實國泰就應該是要有一個強硬的姿態 公開去再招聘新的空姐 如果連在現在 明明國泰是擁有更加多資本 可以更加請多些人去換了這一班員工的狀況之下 國泰都不硬起上來的 那麼去到將來 半年 或者三個月之後 真是越復常了 越來越多人飛來香港的時候 那麼他們再搞罷工的 到其實對於香港的傷害 就更加之大了 是不是 所以要防患於未嫌 那麼究竟國泰會不會選擇硬起來呢 因為你現在不硬的 你現在選擇妥協的話 那對於將來的國泰 和將來香港的旅客過來香港的狀況 就放在一個更加危險的地位那裏 有點像那些網絡勒索的那些 喂 哇 年輕人 你壞 你給了你的照片我 你不給我一萬元我就放上網 那你給了一萬元 之後又跟你說 兩萬 三萬 四萬 五萬 你給到無憂止境而已 還有呢 就是在現在香港正在復甦的經濟的時候 走去搞這些工業活動 如果他們搞成功了的話 我就算不理對於香港的航空業 旅遊業有些什麼影響都好 其實會和香港其他的行業 是發出了一個錯誤的訊息 就是只要你夠膽做 好 只要你的工作職位是能夠影響到香港的話 就算是香港政府都會屈服的 那將來萬一醫護再罷工那怎麼辦呢 即是你問我空姐和護士 哪樣重要些呢 對於香港我會覺得是護士 再加上新冠病毒未完全離去的狀況之下 到其時的醫護組織 哦 因為你強制要些人留在公園那裏做 行了 罷工 哦 行了 你說要引入內地護士嘛 OK 又罷工 那到其時我們怎麼辦呢 所以呢 別是在這個時候 應該硬就應該要硬起上來 你說去到經濟好好啊 大家都不休吃不休著不休住的 那跟著員工希望改善一下生活的話 那有時候這些便可以談咯 但是去到現在這麼緊張的狀況 你還要去搞這些東西的話 其實就不行的 同類型的事件在其他國家有出現 因為韓國在前一陣子 就有些貨車司機是罷工的 而且不是說一兩個 是一批的司機罷工 是說到韓國的總統 是要下達那些法律命令 是叫那些工人開工的 那大家就知道啦 即是不理是甚麼行業都好 如果真是整體有一大批人去罷工的話 對於一個地方以至對於一個韓國來說 都可以是一場大災難 所以希望政府就關注一下這些行為 以及就著一些有可能發生的事 去做應變方案 那跟著就輪到下一則新聞 內地就在今天宣佈 再有十項的放寬防疫措施 逐項逐項和大家看看吧 第一樣就是要科學精準去分風險地區 不會再又說這個小區封了他 那個小區封了他 總之呢 重點精準就可能就是說 你中了招可能就是 最多你隔離屋都要看看甚麼狀況 就看看需不需要去隔離 或者其他的那種 還有就不會亂按全面展開核酸檢測的 會進一步去縮小核酸檢測的範圍 以及減少頻率 總之就是極度有需要的時候才會去做 另外對於其他一般的地方 例如你要去搭巴士搭地鐵的話 都不需要再去出事那些核酸證明了 除了你要去養老院、福利院、醫療機構、中小學、幼兒院那些特殊場合除外 還有無症第三樣的 無症狀和輕症的人就可以居家隔離 就不會說無論怎樣都會抓你去方艙 我也有保持著跟國內的觀眾溝通 他前陣子都是需要去進行居家隔離 他都比較正面的精神 跟我說居家隔離也好 起碼我有得打機 就不是說下下送去方艙 第四項放寬 要落實高風險區的快風快解 即是就算有些地方爆發也好 就趕快去封了 接著一搞好之後就趕快解回 就不要妨礙別人上班賺食 另外第五樣 各地的藥店正常營運 不可以亂按三鋪 和不要限制群眾 無論上網買 或是即場去買 那些退消 止痛 抗病毒的非處方藥物 另外第六樣 其實這件事就跟香港的差不多 聚焦於長者 和高齡人士的接種率 聚焦去提高 有60至79歲人群的接種率 以及加快提升80歲或以上人群的接種率 以及都會作出一些專項安排 例如通過設立老年人的綠色通道 臨時接種點和流動接種車等等的措施 去優化接種服務 接著去到第七樣 加強重點人群健康模式的摸底和分類管理 去將一些家庭醫生 視作為守門員的作用 另外第八點 非風險區的人 就不可以無緣無故停工停產停業停貨 總之就是了 即是不是太多人爆發 你不是高風險的話 就繼續上班 就無法說什麼不生產 放假那些 總之你要做就要做 除非你被人炒 或者你選擇躺平 另外第九樣 亦都列明了 嚴禁就是以各種方式 去堵塞消防通道 門 小區門 要確保 群眾看病就醫 以及緊急避險等等的外出渠道 是保持暢順 好了 去到最後一樣 堅決要求 總之那些學校 如果你是沒有病沒有痛的話 就需要展開正常的面授課程 不可以又說上網課 又zoom 那些 罩眼看下去 都會覺得 有點像現在的香港 我相信國家 是絕對有想清楚 因為國內的醫療系統 是應該頂得順的 再加上 年頭的病毒 和現在年尾的病毒 雖然都是叫做新冠病毒 但毒性已經差很遠 既然毒性已經沒有那麼毒 開放都絕對是一個人之常情 但對於一班的外國勢力來說 無論中國政府做什麼都好 呼氣吸氣不做都好 他們所有事都可以歸咎於白紙事件 中國政府加強封控的外國勢力就說 沒錯 我們的白紙就迫到中國政府急了 去到現在開放的時候 那班人就不理三七二十一就說 因為我們白紙公勞 中國政府怕了我們 所以他就要放寬 代表了什麼 我們白紙蘇威娜 無論關不關他們的事都好 都一定要說是關自己事 要過來拿威拿彩 還有就是要跟公眾 去強調自己是擁有影響力 甚至是影響力 他們說自己是可以影響到中國政府的 但實際上就完全不關事 還有大家可以想一下 為什麼會在二十大之後 去搞這個所謂白紙事件 因為在二十大未開之前 大家知道 防疫那方面一定會比較嚴厲 不會在二十大之前進行任何放寬 你在二十大之前去搞這件事的話 就表示了根本沒有寒 即是說 不會因為什麼動作 總之是不會放寬 所以就會令到他們的行動之後 看上去的結果論不漂亮 還有在二十大前夕這些敏感的時候 一旦有什麼不尋常的苗頭 都會盡快去撲殺 但白紙這件事不是憑空出現 其實當中是有三四日 甚至乎是有整個星期的時間 被外國勢力在醞釀這件事 好像龜波氣功一樣 你也要吵氣 然後喀喀喀喀喀喀才射出去 如果在二十大之前搞的話 我相信他們沒有時間醞釀的時候 就應該會一早被人撲殺了 至於為什麼在二十大之後搞呢 因為其實國際社會和習主席很多行為都反映得出 其實中國是準備放寬的 但是國家準備放寬 不是說你下去樓下吃碗麵 不是說兩個小時後下去吃碗麵這麼簡單 很多事要準備要溝通 所以當中會有一個月甚至乎兩個月的時間差 外國勢力就藉著這個 大家都預計中國政府想著放寬 但是還未有正式官方宣布的時候 就藉著這個時間差 接著就插了這場白紙運動下去 無論中國政府做些什麼都好 他都會說自己輸 自己贏 接著當中國政府開放的時候 如果大家都有留意國內的疫情新聞 國內現在都有人中招 都是說用萬去做一個單位 但是金飛色比 無論是國內還是香港 我剛才都看了今天的確診數字 就是11,000宗 但是如果放在今年年頭的11,000宗 那很明顯又會封城 接著現在大家落到街的時候 就發現很冷很冷 接著整條街都沒有人 因為又封城 不是封城 總之會有很多活動限制 接著餐廳又不開 諸如此類 但現在就算是11,000宗也好 基本上大家都是馬照跑 沒有照跳 為什麼呢? 因為防疫方向改變了 不是說方向想改就改 是因為病毒弱了 所以香港的方向先轉 接著現在就輪到國內的方向 都一起去轉 這件事是正常都不得了 如果你說這個病毒強得好像伊波拉 那不要說一萬個人中招 就算十個人中招 都應該要徹底封城 但是外國勢力進行抹黑的時候 往往就是避開一個點 往往就是不說 現在病毒已經弱了很多 甚至有很多中招的人 因為有打針 所以他根本不用醫生護士 就這樣給蓮花清溫膠囊 給必利痛都自己搞得好 就故意不說 然後針對數字就說 嘩!政府搞到亂了 所以現在對於中國政府 除了是防疫本身一場考驗 即是當你放寬了 你當然就要去留意一下 會不會造成復發 萬一真的有復發 你又如何去處理 這些防疫上的問題之外 其實都是一場輿論戰的開打 亦都是一場無燒煙的戰爭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到 接下來這一兩個月 都會有很多妖魔鬼怪 講很多此事而非的數字 想著又去搞中國 其實這些此事而非的事情 都已經落到鄧炳強局長的頭上 跟大家說一下 他們的疫情防控措施鬆綁 那鄧炳強就沒有去回應 顏色革命初刑的說法 還是不是成立與否 其實記者這個標題 已經故意放一個陷阱給鄧炳強局長 要去解釋清楚內地的防控措施 跟著烏魯木齊大火 跟著還有去到香港顏色革命初刑 不是說鄧局長準備離開的時候 你去問他一句話 他能夠用一兩句用三言兩語 可以解答到的事 即是你要分清楚當中的邏輯關係 起碼要用五六分鐘 準備好資料 才可以理信整件事去做解釋 但是你趁別人就是沒空 不會站在這裏答你四五分鐘 問別人這些問題 鄧局長其實不回答就最好 因為一回答了 哪怕是回答任何一句話 被人曲解的機會很大 鄧局長當時所說的顏色革命初刑 是說香港有人吹雞集結的人去拿著白紙 這跟19年香港很多事情性質相類似 當時鄧局長也說過 悼念烏魯木齊的火災 雖然烏魯木齊的火災 有些人說是跟防疫有關 但大家可以找回相關資料 便會發現 香港那群所謂悼念火災的人 其實他們的重點從來都沒有放過 在國內的防疫政策中 但是現在的媒體 故意把一些大家所擁有的既定形象 便會覺得烏魯木齊單火災 悼念一定是跟防疫有關 然後現在內地防疫放寬之後 就將內地防疫放寬這件事 就跟顏色革命扣在一起 但明明中間是隔多了幾批人 還要隔多了幾批的邏輯 你才可以把這兩件事扣在一起 但記者不理 反正他只是出段字 你怎麼看 看完你怎麼理解 是你的事 最重要的是 現在好像屈到說 鄧局長不願意面對現實 說他不願意面對內地防疫政策放寬 不願意面對自己說錯話的事實 但老實說 你將兩約吳拉加 或者叫做隔了十萬九千里 才可以湊在一起的說話 然後就屈下鄧局長 叫他用三言兩語去解釋一個 要用四五分鐘解釋的事情 那你玩了 香港當時八指的重點就是 有人吹雞希望想搞事 就是希望那些人去換醒他們那團火 出來繼續不知怎樣怎樣 再做些意識形態的事 根本香港那個就跟防疫無關 硬硬去扣鄧局長勸指 所以面對這些問題 不答是好過答 因為有件事就會叫做越妙越黑 還有其實站在我作為一個香港人的立場來說 疫情重不重要 處理得好不好很重要 但是我所關心的是 究竟我們什麼時候有飯吃 究竟什麼時候通關 究竟什麼時候有個好的經濟環境 究竟什麼時候有個好的經濟環境 對於那些記者在玩文字遊戲 跟著在那裡 好像搞爛gag 自己說自己笑 跟著就說 哈哈我已經串到鄧炳強了 我是不是很厲害 鄧炳強好傻了 他又說錯話了 不懂回答的 其實那些記者去做這些事情 是沒有意思的 即是你說完爛gag 自己說自己笑 但對於整個世界是沒有任何幫助的 即是現在大家的焦點就是 記者的報道 能不能夠為我們帶來一些有用的資訊 跟著那些資訊可以怎樣幫助我們 而不是說 設一個陷阱給人 哈哈哈哈笑完笑完不知道為甚麼 是不是可以早點通關 早點準備自己上去找飯吃 什麼都不是 所以我覺得 為甚麼關於香港的記者 是要有法牌制度 要去限制一下他們 除了是說假新聞的原因之外 都希望就是說 香港的新聞是變得有營養 就不要說那些 什麼 馬英九漢手錶 是一單新聞 什麼 街市那裡有人斬豬骨 太大聲 嚇倒個女人報警 又當是一單新聞 傳媒這件事 又是一場無燒煙的戰爭 大家現在都看得相當明白 好了 今集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我們就明早再見 希望今集不要被人限流 這三日或者這四日 又是被人限流得很誇張的一個循環 繼續努力繼續努力 好 就這樣 拜拜